因為這個膠原蛋白 我覺得是 所以我就推薦給子晴 然後男生也要注意 我很早就開始補充膠原蛋白 對 所以我今天 要推薦給子晴的膠原蛋白 就是說 你每天節省一杯咖啡的錢 因為這個膠原蛋白 我覺得是 又好喝 又有感 然後又不貴 所以我就推薦給子晴 男生也要注意 因為男生的脂肪很薄 所以它膠原蛋白 也更容易流失 然後年輕的妹也要注意 因為我們大概25之後 我們的膠原蛋白就開始有 妳該說生過孩子的年輕妹 對 又生過孩子 它其實膠原蛋白都會一直 迅速下降 所以像我最近也常常在 熬夜追劇 我就拿起來喝一下 這個膠原蛋白飲 其實它有一個 很可愛的綽號叫膠膠原 因為它可以喝起來 讓你腰膠味 就是 其實它裡面的膠原蛋白 我覺得它非常地特別是 它是唯一得到德國的專利 而且裡面的劑型 就含有2500毫克 裡面除了膠原蛋白之外 它還有日本的產氏蛋白 讓它還有維生素C 在膠原蛋白裡面 一定要有維生素C 因為它才能促成 我們的膠原蛋白的合成 沒錯 對 它裡面還有兩倍的NAG 你知道NAG是 誰 它是誰呢 NAG 它是 小分子的玻尿酸 所以它可以讓你美麗增倍 像蘋果之類 蘋果的味道 說到口感 它真的是好喝又沒有腥味 因為我大概是從它以前出的 是水蜜桃口味 我就覺得好像喝果汁一樣 非常地方便 如果你要特別有儀式感的話 我就會把它加到一些 氣泡水裡面喝 氣泡水 所以它完全是沒有腥味 最重要的是它很方便 因為它就是獨立包裝 很輕巧 所以有時候我也會怕忘記喝 我就會放幾包在包包裡面 然後 因為它最好喝的時間 我覺得是 早上你空腹的時候 吸收是最好的 對 空腹最好 晚上睡前空 對 你空腹的時候喝 所以你就可以放在包包裡面 你出門很趕的時候 等紅綠燈就拿起來 可是有時候 我又想要有一點儀式感 我就會準備氣泡水 因為我很喜歡喝氣泡水 因為氣泡水會讓你 有一點飽足感 你就可以把它這樣 加到氣泡水裡面 直接倒進 對 用蘋果氣泡水的 因為它這個蘋果 口味是金黃蘋果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子的 就是膠原蛋白飲 其實你就可以隨身 然後補充你的膠原蛋白 所以我 你看我現在已經54歲了 可是 分不出來 所以我是很早就開始補充 膠原蛋白 所以叫大家真的不要懶惰 一般膠原蛋白就是不要放在熱的 對 熱的東西就好了 溫溫的也可以 但不要熱的 其實你可以自己去調配 因為我不吃甜點的人 所以你後面來一個 有一種酸酸的這種東西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一個飛行感 因為我自己加了氣泡水 其實它不會很甜 因為剛剛的氣泡水的量 大概是這樣 你單喝也不會 有一點甜 因為它帶酸 所以你真的加了氣泡水 你完全不會 有時候過甜 可能你還覺得 就是膩膩的 但是它就是水果 輕輕的甜 又帶點酸 所以我覺得加氣泡水以後 你就不會覺得它是膩的 你只有水果 氣泡 水的味道 你會聞到而已 可是你不會感覺到它的甜 而且它是小包裝 因為現在都流行杯那種小廢包 那種就可以放進去 真的很方便 所以有時候朋友就會問我說 你為什麼看起來都還是 那樣子年輕 其實可能也是 滿早就開始補充這樣子的觀念 要多早 從現在開始 現在覺得有需要 或是你要熬夜 其實熬夜就是非常傷 我們的本錢 所以像我現在就是 如果要晚睡 你就開始 你就要補充這一個 像我們這種過50的 一天要幾條 其實你 我是可以兩條左右 兩條就夠了 早晚 因為它一條是2500 好可怕 一天5千20最多 其實我覺得一天一條就很足夠了 但是它減糖66% 我覺得蠻好的 很棒 每天一條 都會被你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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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